一旦有人往生就衝上前去搶屍體 只要他先蓋上去 其他利益公司就不能介入 而一旦有了利益衝突 就會大打出手 去年10月在台南市 有兩位殯葬業者 為了爭奪傷勢的承辦權 也就是俗稱的搶屍體 產生了激烈的爭執 沒有想到後來竟演變成 驚悚的開槍殺人社會案件 聽起來真的很可怕 難道殯葬業真的有不為人知 所謂的潛規則的存在嗎? 今天就來和各位分享 殯葬業的四大潛規則 早期的殯葬業最著名的一個潛規則 就是千搶千贏 以意外事件來說 先蓋白布者 那就是當然的承辦業者了 而也有殯葬業者 會掛聽僅銷的無線電訊號 以手足帶脫的方式 一旦有人往生 就衝上前去搶屍體 只要他先蓋上去 其他利益公司就不能介入 而一旦有了利益衝突 就會大打出手 這些亂象 即使到了現在 少數地區還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像是某現市就曾經發生了 有業者為了搶屍體 在殯儀館內大打出手的新聞 而直到警方到場 才制止了這場紛爭 而後來殯葬管理處 也依法做出了 停止該業者使用殯儀館設施的處分 坦白說 這些爭奪的行為 對於還處在悲傷情緒的家屬來說 就像在傷口上撒咽一樣 真的是一種惡度傷害 還好在現行的法規下 各大醫院已有明文規範 往生者一律要到太平間安置 離醫公司才能開始接洽 而醫院的太平間 也是一定要在家屬同意的情況下 才能交由指定的離醫公司接手 有了這些規定 過去的種種亂象 也就漸漸改善了很多 相傳在某些縣市 家屬只要塞紅包給業者 就能夠換取比較好的服務 像是如果進爐的時候 有給紅包的話 家屬就可以插隊 甚至能夠選擇在好的時辰 來活化情人 在這裡必須嚴正的說明 政府是有明文規定 公務員是不能向家屬收取紅包的 先前就有某殯葬所 火化場的班長被揭發十多年來 總共收取了百萬年的紅包 後來被依貪污罪起訴的案例 像我們就一律禁收這類的紅包 我認為身為業者 不應該利用家屬的恐懼 或者是補償心理 作為盈利的籌碼 這樣的行為是非常不可取的 早期的冰葬業者 會包紅包給地方的警察和里長 作為案子所謂的介紹費用 而如今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 多數人都在醫院過世 而看護就變成了介紹人中的大宗 據傳他們的行情價 大約是一件案子 從一萬到三萬元不等 而有些介紹人甚至會收取 四到萬元的高額費用 不過隨著網絡的興起 資訊越來越透明 介紹人所能夠收到的佣金 也不像以前這麼多 在這樣的轉變之下 介紹案子所收取高額佣金的現象 就比過去少了非常多 禮儀服務契約到底包含怎麼樣的服務內容 早期因為冰葬業的價格不夠透明 有許多的不肖業者 會巧立各種名目包清契約中 例如契約上籠統的寫著商禮服務費 不但沒有條列出內容與細項 還寫著一個昂貴的價錢 藉此來匡騙消費者 如今隨著冰葬管理條例上的修改 規定業者除了要將契約的內容 告知家屬也必須要列出清楚的明細 所以以往價格不透明的現象也逐漸消失了 我認為身為冰葬業者 應該以家屬的需求作為出發點 並多與對方溝通 如此一來才能夠避免 因為商禮費用而衍生出的消費糾紛 我們不敢說現在的冰葬業 完全沒有這些潛規則 不會言 在許多地方 這些看似荒謬的潛規則 仍持續上演著 也因此 挑選一間好的禮儀公司 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是否合法 價錢公開透明等等 都是選擇禮儀公司的基本條件 若是不知道該從何挑起 每個地方政府的殯葬管理處 每年都會整理一份 優良業者的名單 可以讓大家來參考 而另外 網絡上的評論 也不妨可以作為 挑選禮儀公司的一個不錯的依據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